レオ聊世紀 天氣獨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一千分的三國治 這場比賽是有三位一千家的玩家在打遊牧 我覺得這個比賽機制還蠻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藍 紅 綠 就很像三國治時期一樣 紅色就是五國 然後北方剛好是衛國 然後剛好這個西方也是這個屬國 所謂的印象顏色也是綠色 所以我們把這場比賽稱為遊牧三國治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伯伯仁 伯伯仁他的遊牧優勢是船艦移動速度很快 村民的移動速度也是有的 而且伯伯仁他的駱駝跟這些馬舊單位的價格都很便宜 洛馬騎士駱駝都是小個大 伯伯仁的馬功呢 這個駱駝工兵打了馬功還有外傷害的加成 單純拿來當馬功用也是相當適合的 而且重點是他的駱駝會自動回血 但這個有點堪用 就不太詳細去講這個 那接下來講一下立陶萬人 那立陶萬人在遊牧來說是一個比較偏難用的文明 因為他需要撿很多聖物 才可以把自己的騎士跟列提士發揮最大的價值 而且他的經濟加成只有前期的這個加100肉的效果 每一個城鎮中心加100肉 中後期的話也只有這個城鎮中心越開越多 才有這100肉加成 所以立陶萬人來說會是比較偏難發展起來的文明 但只要發展起來 立陶萬的列提士是一個非常難抵抗的一個單位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人 那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大莊園 大莊園旁邊撒下這個農田之後呢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採收 而且波蘭人的村民也可以在封建時代時候開始回血 那波蘭人他的打法在封牧來說會比較適合打塔弓 或是打一個城出 這個城...不是城出喔 這個地出騎士爆 會比較適合 整天來說波蘭人在封牧來說優勢並不大 甚至說幾乎還沒有優勢了 因為他的海戰也沒有比較強 所以這一場講起來應該算是波蘭人最有優勢 波蘭人他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加成 而且船艦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那其他兩架海戰有跟沒有一樣 所以...很難說 那有一些頂階高手們呢 會在這個遊牧中選擇 或是團隊群島選擇這個立陶宛 只要是為了他這個100肉 可以提早快到這個升級到這個封建時代 提早到對方家裡去射漁船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打法算是比較頂先的操作 但我不確定1000家的玩家們 是不是也會利用這個優勢囉 好那這邊立陶人很奇怪的 在12吋的時候點下了織布技術 很好 呵呵 好呃...TC的閒置呢 好看一下喔 TC閒置...哇靠 已經來到了一分鐘 突然來到一分鐘的TC閒置 那...前期呢一樣喔 都是要趕快去捕魚喔 那現在你1000家的玩家們 也知道這個時間點要去捕魚喔 這相當不容易 趕快捕快捕 好 那這個魚呢要繼續按 大概按4到6燒就好 按到8燒的話 有點是汽海的打法 就直接把這個魚吃完 被打掉漁船就算了 好 因為漁船前期捕的肉是非常多的喔 那到了城堡時代中後期喔 還是要以種田為主 所以前期能繼續控住海域的人喔 這個...雪球滾的喔 是越大的那一種喔 好 那這時候立陶人已經看到 左邊的勃勃人 路過看到... 唉唷 有點在左邊啊 綠色呢也知道敵方的位置喔 在中間 但是他怎麼知道呢 這就...不知道了 可能他們有開discode 在那邊互相報位子 有可能 不確定這場是怎麼打出來了 怎麼會有人想到要打這種模式 一對一對一喔 四季第五三國制模式 而且是游牧 游牧的話隨機性更高 當然趣味性喔 感覺上是不錯的 好 這隻聰明有機會被頂死嗎 喔...剩10滴血 好 那大家的漁船都來到了... 蠻多的數量了 這個三艘 下面有四艘 左邊有五艘 還在按第六艘 好... 那你的漁船是有一點多 好... 那我是比較建議四艘或五艘就好了 打封建時代打戰船喔 還是... 比較安全一點 沒有戰船的話 很容易戰艦 就把自己的漁船給打完了 好...那波蘭這邊偷了一隻犀牛 好...那...立陶宛人也想吃 但沒有辦法拿回來 好...波蘭人這邊趕快 把這個龍吃一吃 準備要來點封建Style 那目前看到三家的一個流程喔 比較算是偏執程的感覺喔 沒有那種... 打一個極速... 升風 去壓制敵人的打法 好... 當然是一千架啦 所以我們就... 不要... 太高標準去看這場比賽喔 會... 有點... 會有點痛苦喔 所以大家輕鬆看就好 不要太高標準去看這場比賽 看趣味性的喔 今天我們來看趣味性的喔 好...那右邊這邊也拉了一隻犀牛 好...那... 波蘭這邊魚船也按到六艘喔 好... 這邊立陶宛也是六艘 不知道國外的四義帝國的教學喔 是不是也是教人家四到八艘這個流程打法 那他這邊是取中間值喔 六艘 好...那...看到這裡 波蘭 還有...波蘭、立陶宛喔 都很努力在吃犀牛這件事情喔 然後戰劍這裡 沒有再繼續伐木 真的有點奇怪 而且還是上億人去蓋房子 這個有1000家的味道了 那為什麼要上億人去蓋房子 應該是卡人口喔 那...很多人去蓋的話 這麼多村民就沒有辦法工作 那其實油木在這個時間點 要更多人喔 去伐木喔 跟開始挖金花 準備要來出戰劍材 對喔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目前只有波蘭人比較 稍微標準一點點 這個木頭有比較多 那有一部分喔 是因為他們犀牛一直在吃的關係喔 沒有很早期的想要去打這個戰劍快攻 如果想要去打戰劍快攻的話 你又在吃犀牛喔 肯定斷肉又斷金喔 斷到你懷疑人生喔 所以...這個打法呢 算是...比較...不推薦大家去學的喔 還是你要以這個...為... 捕魚為主喔 然後打獵為其次喔 當然如果你打獵有比較好的肉類... 穩定點的話 像這樣子的話 還是可以優先吃鹿肉的 但最重要的是喔 魚船跟戰船喔 不能停喔 而且要雙碼頭 身風那時代 馬上就要去按 好 結果... 力團的肉來到了800 看起來是可以直成沒有問題 但是黃金好像是忘記挖了 馬上拉了7隻村民上億人來挖黃金 直接變成掏金草時代 大爆挖金 那破爛這邊呢 已經可以點到城堡時代了 但他這邊沒有足夠的木材 可以去補下兵工廠 剛剛不知道是不是 按太久的漁船的關係 還是... 我來太大的家裡 趕快補這個兵工廠起來 喔唷不了 趕快點一下城堡時代升級 黃金補下了 那立陶宛這邊是補了一艘戰船 他就往右邊走 應該會看到伯伯這邊的戰艦喔 伯伯這邊的漁船有看到 伯伯人是沒有去補漁船的 這時候立陶宛在後面有補了一個新的碼頭 結果直接路過伯伯人家裡的漁船 這應該是用右鍵去點右邊走到底 好了 這個戰艦 沒事 好 那目前立陶宛人看到了波蘭 兩邊開始有一些動作囉 但是並沒有正面開的 甚至連箭塔也沒差喔 兩邊打得相對和平 那波蘭怎麼好像把人家圍起來的感覺 哈哈 好立陶宛直接往前插了一根箭塔想要來打塔弓 不然這邊趕快補一根箭塔或是直接補兩根 但石頭應該是沒有挖的關係 只能去插一根箭塔 欸 安迪明明就有挖石頭 啊你怎麼不插箭塔 哎呀 直接手撕也是個辦法 OK 但但這個沒想到直接被拆掉了 這個村民拉的夠多 波蘭人在後面直接圍死 把立陶宛人的去路給堵死了 這邊要趕快把這個木牆低調 往下開始走 但往下走可能也走不出去 立陶宛是直接放棄 想要直接原地反擊嗎 那這邊原地反擊 有機會拿到這一村嗎 這裡收村 好 開始射擊 這邊的村民 這個村民離得很近喔 好 被設置了一村 上面有洞可以走 波蘭人就來得及去蓋木牆嗎 好像來不及 最後還是被留掉了兩隻村民 喔 一隻村民而已 但最後還是損失了三隻村民喔 哇 立陶宛這邊很虧 波蘭這邊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我們叫吳國好了 這樣比較有三國制的帶入感 好 那接下來吳國呢 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了 那蜀國呢 這邊也升到城堡時代 現在最慘的就是立陶宛 這個魏國呢 在歷史上應該是最大溢價 結果現在被吳國給壓制住 甚至是入後於蜀國了 歷史直接被顛覆了 好 波蘭這邊是補了一根城堡 那個城堡也沒壓在他臉上 是我就直接貼他臉上了 直接不演 但是波蘭這邊是保留一線的理智 就是給他一條深入 好 那立陶宛這邊入戰打不成 開始打海戰喔 海戰這邊開始騷擾到了 波蘭這邊的戰艦 戰艦這邊按了一艘 想要可以防守 那上方伯伯的魚船 居然直接被路過 沒有被立陶宛人給針對掉 這就有點意外了喔 好 立陶宛這邊直接起了三根箭塔 想要防守對手來蓋箭塔或是城堡的部分喔 沒有想到他這邊的一個舉動 讓他自己有點難受 待會上城堡時代也沒有城堡可以反擊 除非這邊大爆挖石頭 那如果這邊挖石頭的話又很傷經濟阿 所以待會立陶宛 待會經濟會落後的非常嚴重喔 好 波蘭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第一件事情是蓋城堡之後 也沒有繼續做其他事情 而是去挖了一堆石頭 看來待會還是要蓋城堡 怎麼不開TC呢 好 波蘭這邊是很OK的 開下了城鎮中心 而且也補了一些駱駝 少也做防守 但他現在最大的敵人 應該是這個波蘭人 立陶宛已經是快沒呼吸了 沒想到現在的1000家 還會這樣打 有點讓我意外 是覺得台灣的1000家 好像比國外的1000家還要再更強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我錯覺 覺得看國外的1000家 還是有比較以前那種1000家的感覺 以前的1000家 大概三四年前的那種 但台灣的1000家實力都有點強 大概有1000 1000 1200的那種感覺 也有可能台灣人 游牧打得多 不確定台灣人的游牧是真的強 真心覺得台灣的游牧跟鬼一樣 好 這邊房子去幹 好 對工程去製造所補了一個 但這邊不確定他是要幹嘛 那你要補投石車嗎 當然投石車這邊會被讓我塔高打低 用衝車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衝車加駱駝 直接剷除這邊的箭塔 好像也可以 那這裡由於是三國制的關係喔 誰先出大量兵沒有先農上去喔 誰就越烈士喔 所以應該可以預見到 伯伯人應該還是會先轉一波開農 之後才會去轉開戰路線 好伯伯在前方補了一根城堡 稍微把門面守一下 好如果是的話我會蓋更前方一點喔 守一下這個金礦 這個金礦有點要守不守的感覺喔 守一半 守半套的那種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拳套 好那 鳳蘭這邊也是補了一根城堡 在這個石頭的下方 後方還有黃金 這個城堡其實就還不錯 但還是有點可惜的是喔 並沒有差這個位置喔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鳳蘭人並不知道這邊有個城鎮中心 然後左邊有這個祖金喔 可以說是偵查不夠到位 所以在插城堡之前喔 也可以先考慮插個哨蛋喔 看看周圍的狀況喔 再決定城堡要插哪個位置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喔 好那目前卡戰方面呢 鳳蘭人是還有繼續捕魚的 當到這個時期喔 大家並不是那麼在意魚的加乘喔 而是比較在意自己有沒有 開TC阿或是撒農田這件事情 看來這三位一千家的玩家 也是懂這個道理的 捕魚是注重前期 後期還是要靠農田的 好破爛又補了一根堡 這根堡蓋好之後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準備要來雙TC開農 波波這邊呢也是看到 你這裡這麼多城堡 我這裡也補一根堡 稍微夾住防守一下 波波這邊開出了第三個城市中心 看起來三家一千家喔 已經是走了一個開農路線 我會有那種城堡時代開大招的路線 開大招開下去可能會開到頭破血流 畢竟你的敵人不是只有一個 你就算多了一家 你還要面對另外一家 農得很開心的那一家 所以還是比較 新舉旺動 把太多經濟力量配在軍事上 趕快開農上去一定不是在 遇到什麼事情之後再說 先農上去就對了 好波波人用船艦 稍微燒掉了 被淘寒這邊的漁船 這樣肉會很缺乏 趕快一直撒農田了 再不撒農田就要一直斷村囉 好那目前 看伯伯人的村民術呢是暫時領先到65村 對上59還有18村 像衛國的經濟是最喘的 蜀國的村民是最多的 好像是符合 符合史實是不是 你說蜀國的農民比較多 好那大家看起來是還在開農 這邊還是有出一些兵 但這個兵沒有太大的意義 這邊就被都掉了 後面的老頭也在招牆 想要撿聖物 所以考完這邊順利撿到另一顆聖物 還不錯 想要撿到兩顆聖物喔 很懂於這個地龍時代的山東傷害 所以打立桃園喔 千萬不要讓他撿到聖物喔 盡量封建跟他打爆 然後上城堡用輕騎兵去壓制僧侶 右邊最後還是有招牆到 火鍋人這邊已經開始把TC農上去囉 鐵人已經來到二十九片田 哇這個就是一千家的日常 沒有再太多的打鬥 三邊都是想要弄到地龍時代 那我們不能以單挑的角度來看這場傳戰喔 這場的對決實在太特別 一打一打一阿 反而就是不太會出現這種打法 所以正規打法通常不會拿出來用喔 而是會走一個開稿型的策略最多 喔立桃園這邊升了一堆衝車 這時候突然就已經點到了帝王時代了 OK巨型頭C開始產生出來 立桃園這邊利用大量城堡給出所壓力 衝車也出了一大堆 但衝車出這麼多就意味著沒有要升帝王時代的意思了 這次跟你打一波城堡大爆炸 直接炸你城堡 好不然這邊按了一些衝車想要反擊 但衝車跟衝車互撞是互相傷害的反解 好那城堡最後還捨不住五台衝車加上三棟城堡圍攻 確實傷害有點過高喔 但這邊衝車有可能會突破波蘭的防線 好這時候波波也有動作囉 好開始把城堡往外插 好看到下方有一棟城堡是波蘭人的 看來是暫時不會先進攻 這個立桃園這邊的 好波蘭這邊已經轉出了大量的騎士喔 波蘭第一出騎士 最強的地方是有貴族特權 騎士很便宜喔 可以高速量產起來 可是波蘭人現階段很麻煩的地方 立桃園這邊開始被壓制回去 只有城堡時代有點難打的 以及帝王時代的重裝騎士 但還好波蘭這邊只有點防禦力 攻擊力還沒有點 波波蘭這邊轉出來是駱駝封兵 加上駱駝的策略 這混兵混的比較多喔 感覺波波蘭的勝率是偏高的喔 因為波蘭人這邊 完全沒有把波波蘭放在心上 自己城堡被打 也是有點胡動於衷 但是把這裡給圍起來了 OK 那這邊波波蘭就有可能 可以獲得這個魚翁之力 你們兩邊就打到頭破血了吧 我們第三方入侵的時候 就是你們兩方戰爭打的 水深火熱 就可以從中獲利了 好 突然這邊好像快要沈不住氣 開始要往前走了嗎 好 這邊兩邊騎士互打 立體師現在有點難打 可以贏重裝騎士 雖然有破防效果 但是沒有這個 數量上的優勢 哇 倒掉了 全部死光 突然瞬間秒殺立陶宛 立陶宛三根城堡 直接被拆得乾乾淨淨 立陶宛在後面有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好 這時候波波開始往下進攻 突然人下方寫了一些村民 但還有蠻多的村民的喔 66村 但波波人這時候已經來到125村啊 領先了兩倍村民數量 3TC開農 真的很重要 想要能夠農上去的話 對面兩家一直在打 沒有專心喔 就會容易遇到這種狀況 好 這時候 立陶宛 已經爆掉了 突然撤兵 挽回拉了一下 波波人看到大量重裝騎士 也想要逃跑 但是還是損失掉了一些駱駝風兵 好 波波人這邊的三台巨型投資機 有機會收得掉啊 上網城堡 耶 被打掉了 我的天 波人這邊還在進攻 波人這裡很忙 要顧下面也要顧上面 OK 那波波蘭這邊繼續夾住 但是波波這邊轉出來也是重裝騎士 感覺打起來沒什麼太多傷害的feel啊 還是要直接回轉駱駝 OK 突然這邊是稍微被壓制回去囉 這根城堡加上大量駱駝兵還有駱駝 這個重裝駱駝還沒升級好 好 若駝繼續追騎士 那目前波蘭開始往上進攻 立陶安現在已經出兵出不了了 只能開始往後退 失守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只剩下最後一個 好 那左邊伯伯人開始把村民網遊 拉上蓋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已經有人先蓋了 魏國看起來已經快要不行了 現在吳國跟蜀國是最強大的國家 OK 六台巨型頭11 開拆 上面還在打 被我這邊抓到一些伯伯的村民還蠻賺的喔 不知道立陶安已經沒有辦法繼續打下去了 不是要去其他小城 真的要去哪邊 一切都要去哪邊 我們現在會再打下去了 真的要去哪邊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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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就請到司機繼續踩踩 波波人這時候終於忍不住氣了 但是拉了一堆洛投過來 突然拉了一堆洞窗騎士想要來防守應該擋不住 突然這裡雖然騎士很多但沒有第一時間集結 這邊洛投反而是更快集結過來的地方 哇這邊好像快要倒掉囉 好波波也是用盡了吃 請國之力硬扛 好像差一點被夾下來 但是波波後面的洛投攻兵很努力的在輸出 最後還是打贏了波蘭的重裝騎士 左邊的城堡跟馬州也是被撕掉了 好立陶宛已經是半個死人了 沒有人要離立陶宛了 立陶宛應該也是放棄狀態 這樣在看兩家互打當中 好波蘭這邊雖然損失了第一波重裝騎士 但他的資源上來說還是可以再出一些騎士的 400多個黃金可以出12隻啊 12隻的騎士了 但現在只有12隻騎士好像還是有點吃力喔 轉一些槍斃是正確的選擇 但波蘭人這裡並沒有農上去喔 村民處只有56村 波波人這邊是115村喔 經濟差距相當的龐大 肉麻加駱駝 攻兵直接往回推 但波波這邊比較麻煩是沒有代工程器單位 好 好 波波這邊去牙齒 波蘭人 波蘭人這邊有點麻煩 家裡快要夾不住 右邊的農體也被抓到了 哇 蜀國發威了 蜀國好像快沒了 現在東吳又被蓋林根堡 蜀國直接拉了一堆村民 壓在臉上 完了 BBQ了 好 好 挖然的村民處只剩下40村 波波蘭人還有111村 被套完只剩下5村喔 已經不想動了 OK 有點看不太懂現在在幹嘛 剛才波蘭人是剩下為兩了 只剩下4個人在種田 然後伯伯人還在慢慢守屍 覺得是進入了垃圾時間 好 立陶宛這時候還沒有投降喔 立陶宛這時候在幹嘛呢 好5隻村民直接發呆 非常絕望 好 好 波波蘭人繼續守屍波蘭家 波蘭好像 已經沒有想要抵抗了嗎 喔 這裡有些騎士 稍微擋 欸 波蘭這時候已經投降了 不然早就已經投了 波波蘭這裡看起來似乎沒有辦法 打 打掉立陶宛嗎 立陶宛這邊只在掛機而已啊 其實早就已經結束了 好 我們恭喜蜀國喔 最後拿到遊戲的比賽勝利 好 挖好波波蘭人 不然喔 這個 一對一對的情況喔 兩邊開打 然後 自己開農起來喔 是最重要的 真的是坐松 魚翁之力啊 波波蘭經濟得到最好啊 好 立陶宛這邊還沒有投降 是 什麼意思呢 好 這裡還有個碼頭 打完才結束 OK 恭喜 波波波蘭 波波波蘭人 就稍微差了一點 軍事方面來到2.01KD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